另外新北市的这个牛排店的老板呢 看准了中医如果看跌打损伤的话 外表不会有明显的伤痕 所以保险公司在理赔上面就有模糊地带 他自己就是牛排馆的老板 然后呢号召亲友假冒成员工 一群人就加入团体保险 之后呢再以工作扭伤等等的理由呢 到中医做人所去开诊而开立 不时的诊断证明 向保险公司来诈领保险金 一年之内就将近百万元 警方接获检举有人涉嫌诈领保险金 专案小组来到中医诊所进行大动作搜索 在抽屉里查扣大批健保卡 诊所人员只能乖乖配合 加牛排馆的谢姓老板 那利用一些朋友来充当牛排馆的假员工 那之后再以在店内工作受伤的 这些不实的伤势 前往特定的中医诊所就诊 警方调查37岁的谢姓男子 在三重正义北路开市牛排馆 却长期号召亲友假冒陈店内员工 加入员工团体保险 之后介绍前往中正北路上的中医诊所看诊 拿医师开立的诊断证明 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诈领保险金 从去年开始短短一年内 诈领金额高达近百万 开立证明却被牵扯进诈骗案件 诊所医师语气无奈 由于中医看诊大多是跌打瘀青 不向西医会复利枪口诊断证明 因此保险公司在理赔判定上很容易掉进陷阱 这些瘀血的伤痕在一段时间就会消散之后 所以如果保险的理赔员 调查员要前往查证的时候 就没有相关的计证可以做 做厘清比对 最后保险犯罪防治中心察觉异状 发现牛排馆员工人数与头保申请初上 登记有出入 才揭穿这场骗局 同时也是全台首宗假借终医就诊 诈领保险金的案件 警方之后将窃信主嫌 以及亲民共犯依诈其罪嫌 移送法办 记得有请右边点欢迎台北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